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接着上期视频继续往下讲 在那远离熏秀的山林里 阿祖法和孩子们过着艰苦的日子 自从被康特妈妈从工地赶出来后 他们便在这山中寻得一处安身之所 然而山上的夜晚寒气逼人 为了给孩子们一个温暖的栖息之地 不让他们生病 阿祖法毅然决然地承担起了建造墙壁的重任 山上的道路崎岖难行 外界的建材难以运进这片山里 面对这一困境 阿祖法没有丝毫退缩 他决定就地取材 利用山中的石头作为建筑材料 可是山中的石头并非取之不尽 当现有的石头不够用时 阿祖法便亲自拿起工具 去开采更多的石头 每一天 阿祖法都在为建造小屋而忙碌着 清晨 当第一缕阳光洒在山林间 阿祖法便早早起床 带着孩子们一起去寻找合适的石头 他用瘦弱的身躯搬运着那些沉重的石块 手上磨出了一个个血泡 但他从未抱怨过一句 阿祖法手持简陋的工具 与孩子们一起在山坡上忙碌着 他的脸上满是汗水与尘土 但眼神中却透着坚定与温柔 白天 阿祖法在山间忙碌地穿梭 他不仅要开采石头 还要将石头一块一块地堆砌起来 努力构建着小屋的墙壁 他的脸上沾满了尘土 汗水湿透了他的衣衫 但他的眼神中始终闪烁着坚定的光芒 他知道 自己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孩子们 为了给他们一个温暖的家 山上的寒风呼啸而过 吹打着他疲惫的身躯 但他的心却充满了温暖和希望 因为他知道 只要自己坚持不懈 这个小屋终将建成 孩子们就能在温暖的环境中 度过每一个夜晚 在这艰难的日子里 阿祖法凭借着自己顽强的意志 和对孩子们深深的爱 在山中努力地奋斗着 他的每一滴汗水 每一份付出 都凝聚着对孩子们无尽的关怀 和对未来生活的美好期许 虽然生活充满了艰辛 但他从未放弃 始终坚信着 通过自己的努力 一定能为孩子们 创造一个更好的生活环境 而此刻 摄影师也满心忧虑 却又深感无奈 他几次提出 要将阿祖法和孩子们的地址 告诉康特 把康特找来 然而每次都被阿祖法坚决拦住 阿祖法的眼神中 透着坚定无奈 他缓缓地对摄影师说道 康特现在也没有地方住 找他来作用也不大 还不如我自己 好好在这里建造房子 他的话语中带着一丝疲惫 却又有着不屈的倔强 阿祖法被赶出工地时 只知道是康特妈妈霸占了土地 对于后续的发展一无所知 他不知道康特已经成功地将土地要了回来 依旧在这艰苦的环境中独自努力着 他认为当下最重要的是为孩子们建造一个安稳的家 哪怕这个过程充满了艰辛 摄影师看着阿祖法盲目的身影 和孩子们天真的脸庞 心中充满了通情 他理解阿祖法的担忧和坚持 却也为他们的处境感到心疼 在这片山林中 阿祖法用自己柔弱的肩膀扛起了生活的重担 为孩子们遮风挡雨 而此时的康特还在四处寻找着阿祖法和孩子们的下落 他对阿祖法的处境同样一无所知 命运仿佛在这一刻跟他们开了一个残酷的玩笑 让他们在彼此的思念和牵挂中却又相隔甚远 然而他们之间那无形的情感纽带却始终紧紧相连 或许在未来的某一天他们终将重逢 解开这层层的误会和困境 共同迈向新的生活 非常感谢大家的支持与陪伴 喜欢的家人可以给小编点一个赞 然后把免费小花花送给小编 大家的每一个赞和每一个小花花 都是小编持续下去的动力 在此非常感谢大家 我们下期再见 MING PAO SOON